黑山万悟空发布啊 瞬间引爆全球 这款游戏有多好就不用我多说了 极致的画面 丰富的战斗系统 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 是无数人都在游戏里扮演起了那个天命人 这个人不是我们熟悉的后哥孙悟空 而是一根心的猴毛 今天呢 我们要来讲讲的是我们那个熟悉的猴哥 那位在西游记中威风凛凛的美猴丸 孙悟空到底是谁 大家好我是老客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逼捏不住 旁边是天命人小仙儿 大家好 大家一想啊 孙悟空是谁 孙悟空猴对不对 那我告诉你 其实孙悟空是个人 有原型的 有 其实在上个世纪 大文豪鲁迅就专门论述过孙悟空是谁这个问题 他认为孙悟空的原型来源于我国古代的典籍山海经 在山海经里面记录了一位生活在淮水中的巨妖吴之旗 据说到他形似猿猴 身形巨大 力大无虫 也有传说说 他是全身青毛 白手惊怒 白手白脸 金色的眼睛 我眼睛睛对吧 吴之旗呢力量非常大 有九项之力 会经常在水中掀起 惊涛骇乱 轩翻路过的船只 破坏附近的堤坝 妥妥的是个邪兽 而且吴之旗还能瞬间消失于无形 还能幻化身形变成别的东西 这些都和孙悟空很像 对吧 骑士二变 力大无穷 金刚铁骨 对不对 不仅如此 经历也相似 在传说中呢 大禹治水师啊 这位吴之旗就出来作恶了 他不服大禹 他出来腥风作乱 破坏大禹治水 大禹就派出了猛将耿臣 制服了吴之旗 用铁链呢 将吴之旗压在了 淮阴的龟山之下 就是今天江苏省淮安市附近了 从此啊 这片水域就恢复了平静 这个情节啊 和孙悟空被压在 吴之旗山下的情节是一样的 所以呢 鲁迅就坚定的认为 吴之旗就是孙悟空的原型了 因为在猴子 能力和特征上 两者都非常相似 你觉得像不像 但是和鲁迅同一个时代的 另一个思想家 胡适就不同意鲁迅的意见 胡适认为啊 孙悟空的原型不是中国的 而是来自印度 是吴承恩根据印度神话创作的 谭旋那就是去印度取经嘛 所以原型来自印度也很合理 对吧 在印度神话罗摩也纳中 记载了一位三界第一神猴 哈努曼 哈努曼是风神和神猴 安舍纳的儿子 他面色赤红 毛色金黄 身形巨大 跟电视剧的孙悟空差不多一样子 哈努曼一出生就不得了 他出生后第一眼看到太阳 就觉得太阳是一个很可口的典型 于是伸出手 想把太阳抓起来吃下去 天神立马就慌了 立刻劈下一道雷来 击伤了哈努曼的下巴 所以哈努曼又被称为 下恶被击之神 众神之主凡天 看到哈努曼骨骼清洗 是个修行的好材料 于是就受他为徒 亲自传授他法术 哈努曼经过努力的修行之后 就成为三界之内第一神猴 他能够腾云驾雾 移山倒海 这个跟孙悟空的金斗云 和七十二遍有的一拼 同时他手里还拿着个奇怪的武器 虎头如意金箍斑 很像啊 就加了个虎头二字 这个就使他成了三界的保护神 神猴哈努曼 在印度的地位至今都非常崇高 所以托哈努曼的福 我们可以在各种纪录片也好 电视剧上看到猴子在印度 是非常嚣张的动物之一样 他们在大街小时下颤通无阻 你也可以明目瞻胆地顺走 小山小贩的水果 非常的无法无天 故事说 罗摩也纳成熟时间在公元前三世纪 而哈努曼的传说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多年 所以哈努曼才是孙悟空的原型 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个问题 明朝人吴成恩 怎么才能看到罗摩也纳 对 那时候这些他们印度那边 从上的这些已经传入到国内了吗 印度教肯定是没有 罗摩也纳刚好是印度教的典籍 那侯神 哈鲁曼 师婆这些 传入进来了吗 不确定 我觉得是没有 吴成恩肯定是没有看过罗摩也纳 那会儿大家都翻译佛经 凡文的都是佛经 罗摩也纳也是凡文写的 谁翻译过罗摩也纳的那会儿 所以我觉得不太可 事实上也真是这样 三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一件事情 改变了胡适老师的想法 三世纪五十年代 在甘肃瓜州县外 七十公里的有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榆林河峡谷 考古队在这个悬崖上 发现了四十多个洞窟 队员走进洞窟一看 里面是满满的彩色壁画 在第六个洞窟里面 发现了一尊金碧辉煌的 弥罗佛雕像高二十五米 表面是金箔铺的 非常壮观 而且整个四十多个洞窟里面 全都是各种各样的壁画 专家们对榆林石窟的壁画 进行了研究 一致认为榆林石窟 是从隋坛之前就开始开凿了 在宋元清时代都有添加和维护 所以石窟流传时间已经非常久了 而且现在被誉为 和敦煌石窟一个等级的这种文物 这很牛逼 专家在西夏时代开凿的 第三个洞窟里面 发现了这么几个情景 画中有一个貌似中原和善的人 牵着一匹马 身边跟着一个鲜卑人打扮的徒弟 这两个人有时候走在悬崖峭壁这边 有时候走在水草风帽这边 有时候穿过村砖 这一系列的壁画研究人员是越看越研熟 根据这个壁画里面那个和善 就是那个师傅 衣着精力形象可以断定 这幅壁画就是玄赞取经图 但是玄赞取经图里面 还有一个鲜卑人 难道说孙悟空的原型是个鲜卑人 其实翻阅点击 确实根据玄赞所著的大潭西域记记载 在玄赞离开大潭的时候 就有一位鲜卑随从 名字叫做石盘托 壁画里面应该就是这个石盘托了 在画面里面显示石盘托 头戴金环 尖嘴 披发 形象非常像一个戴金箍的猴子 在大潭西域记里 石盘托以胡森之名之人 很有可能被讹传为胡孙 所以学者认为 这个吴志祺和印度的哈努曼 都不是真正的孙悟空 而壁画中的石盘托 才是孙悟空的原型 其实我也听过这个传说 但是我看过大潭西域记 根据大潭西域记里面记载 石盘托 佛心不定 跟着唐僧没走出多远 刚刚到唐朝的边关 要被士兵盘查的时候 就因为害怕 说是他偷渡 因为单时偷渡是重罪 要连坐全家的 离开了唐僧了 在离开唐僧的时候 还多次嘱咐唐僧 千万不要把自己告诉那些 潭朝的士兵 否则自己就遭殃了 唐僧也答应他 说我绝对不会把你说出来 所以后来大潭西域记里面 都叫他胡孙 没有出现石盘托 这是后来说的 所以我觉得吧 咱们大胜这个形象 肯定不能是这么一个 贪身怕死之人 哼 那他为什么要带个鲜卑人上路呢 当时是这样 唐僧一直想西行取经 但是唐朝一直不给他怕杜碟 所以他就借着一次难民逃难的机会 逃出了谭安 就往西逃 在半路上 石盘托有感于 这么艰难的路程 我要陪这个师傅去 就主动说是 唐僧我陪你去 但是他佛心不定 他很害怕 他胆小 所以我觉得这个形象 不太可能是孙悟空 那么孙悟空到底是谁 我觉得是把这些东西都揉在一块 悟空这个法号是个皇帝 皇帝 风谁 下面我们来讲 其实我在翻看唐朝的资料的时候 无意中就看到 大唐真元新义 石帝等经记里面 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是悟空 他和我们熟悉的孙大圣 孙悟空只有一个字之差 而且这部书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悟空入竹记 天竹 这个名字翻译成白话文就是 悟空去印度的游记 这是史书 这部游记记录了一个叫做车凤朝的人的经历 车凤朝是北魏拓跋式的后代 从血统上来说他也是鲜卑人 所以跟石盘陀的形象其实很相近 毛发很长 披头散发 也有点像猴子吧 公元751年的时候 谈玄宗天保年间那块事 就是大谈国里最强盛的时候 车凤朝随着一个40人左右的外交使团 出发前往西域 车凤朝在使团中担任护卫 他自有习武 衬手的兵器是一根36斤重的熟铁棍 36斤重熟铁棍 除了护卫 车凤朝在使团中还有另外一个任务 就是使团的马阵 也就是雅马的工作 换个名字叫做 毕马温 又对上啊 是吧 有点熟悉了吧 但是车凤朝在完成了任务以后 回来的路上就出了岔子 在使团路过坚陀罗国的时候 车凤朝病倒了 使团又急于回到长安 就命令不能够停下来 等一个雅马的一个护卫 太那啥了 就把他留在了坚陀罗国 整个使团就先行返回长安 车凤朝这一病病了四年 无论什么医生都看保 就在病入高欢之际 车凤朝做了一个改变他人生的决定 出家法民法界 他在坚陀罗国就出家了 坚陀罗现在是哪儿啊 今天哈萨克斯坦和新疆这一带 法界比他的玄赞前辈 往了大约一百年成为佛家弟子 但是他的攻击 其实说起来并不比玄赞要小 法界出家以后 兵就好了 他敢怀佛法对其的力量 就决定 我暂时不回答他 我要效反前辈玄赞 前往西天取经 所以他就先行前往了印度的 纳兰陀寺修习佛法 玄赞也到过大纳陀寺 之后又在西域游历诸国收集佛经 其间还有一位德道高僧 赠送了他一枚 释迦摩尼的佛牙舍利 希望他带回大坛供奉 三十年以后 法界觉得学有所成 就带着佛牙舍利和他收集到的经书 比如说 《回线伦经》 《实力经》等一些大不头的经书 启程回大坛了 最终他在真元六年 也就是公元七百九十年的二月份 回到了长安 其取回的梵文佛经全部藏在了龙兴寺里面 他还将所带回的佛牙舍利 还有他自己译的所有经卷译本 一起奉入龙兴寺 当时的大坛皇帝 谭德宗李阔 感化于法界的功劳 正是赐名他 悟空 悟空这个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悟空这个法名不是哪人都叫的 这个法名可是皇上封的 所以你说能叫孙悟空这个名字 不是从这来还能从哪来 所以他姓氏是吧 佛家没有姓 氏是对这些所有人的一个统姓 跟现在的那些姓氏 氏永信 其实他法名永信 但是他出家人尊信 氏 释迦摩尼嘛 氏悟空他法名是悟空 为什么就皇帝要赐这个法名呢 这就不知道了 当时皇帝看到他的功绩以后 就在那个奏折上 应该是批了四个字 赐名悟空 所以悟空这个法名是这么来的 吴承恩写孙悟空应该从这来 真元十六年 也就是公元八百年 长安高森 元兆奉赖编撰 真元式教路 就将悟空所译的佛经三部十一卷悉数收录 元兆呢 还根据悟空自己的游记笔记 撰写了悟空入竹记 详细记述了悟空求佛的事迹 里面记录了很多悟空求佛过程中遇到的奇遇 比如说悟空在回大潭路上有这么一件事情 他在归国的路上 他路过了一个叫做赌霍罗的国家 他要经过一个大湖 有可能就是今天的贝加尔湖 法界刚走到湖边 准备和山队一起擅船的时候 突然之间天摇地动 刚刚是艳阳高照的天空下 突然之间阴云密布 狂风暴雨 电闪雷鸣 还狭带着大块的石头和大块的冰雹 同时平静的湖边立刻掀起了巨烂 巨烂大道立马叫吧 船吞没的地步 所有人都吓坏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时候 UFO 被加尔湖有可能是UFO的基地 对我们讲过 这个时候有经验的传家就立刻大喊 龙王发怒了 擅船的任务当中 谁带了不该带的东西立刻交出来 否则大家都得死 所有的客人就面面相去都摇了摇头 大家都是山人 普通客人谁能带什么不应该带的东西 这个时候法界突然想起来 自己身上是携带了佛牙舍利 是不是这颗佛牙舍利引起了这场风波呢 于是他就站起来 掏出了佛牙舍利 恭敬的向大胡鞠了几宫 然后又对传家和客人简单的解释了一下 就坐下来 开始念诵佛经 周围的人虽然听不懂他念的到底是什么 只是感觉法界有力的声音是嗡嗡作响 这种声音又能够穿透人心肺的能力 等法界念诵了一会儿之后 天空中乌云散去 湖上的巨揽也恢复了瓶颈 就像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个只是其中一件事情 还有很多的非常神奇的事迹 虽然达不到西游记那种神怪 但是佛法彻显的事也是不少 所以在前几部分里面 我们就讨论了孙悟空可能的多个原型 从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吴芝奇到印度神话的哈努曼 再到历史上的僧人世悟空与石帆陀 你们觉得是怎么来的 我觉得可能真的像你这么说的是几个东西全部融合在一起 悟空这个法名肯定是世悟空的 吴承恩肯定是看过《山海经》的 因为《山海经》流传的很久了 在唐朝还重新修订过 从《山海经》里面吴芝奇的传说中 肯定吴承恩看到了那种强大不可驯服的力量 与杰奥不信的性格 所以他从这个人身上截取的是什么 截取了孙悟空那种妖性 也就是孙悟空一开始取经之前 那种张狂的妖性 砸攀陶大会 大闹天宫 传递服 死生死步 这些事应该都是从无知其善得到的灵感了 接下来哈努曼的故事 可能就是孙悟空神性和智慧的一些元素 就是取经的过程中的一种表现 哈努曼不仅是个强大力量的神猴 还是一个忠诚战士和智者 他的忠诚勇敢和智慧 与孙悟空在西游记里面 取经那时的机智勇敢无畏形象得到呼应 所以我觉得吴承恩是通过哈努曼的形象得到了 孙悟空这么一个不仅仅是妖猴 而是一个具有崇高理想的 这么修行目标的神仙角色 所以我觉得孙悟空的形象 肯定不是源自单一的传说或者历史人物 而应该是多个人物 多个形象 多种文化的传承和历史人物的精妙融合 真是这种多元背景 使得孙悟空成为一种跨越时空 跨越文化的永恒经典 就像这次《黑神话悟空》 不仅在我们中国掀起了狂热的追捧 还在世界上掀起了一场中华文化的狂潮 直接说一点 我们连26集西游记的点击量都上升了 游戏呢 以其震撼的画面和扣人心弦的剧情 还有精湛的游戏设计 向全球玩家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红魔和魅力 比如说山西的小溪天 重庆的大族市客 都在游戏里面得到生动的呈现 让世界里面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神 这不仅仅是一款游戏 但是一座连接古今中外的文化桥梁 它让年轻一代的重新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价值 激发了他们对历史的热爱和对民族的自豪 不说别的 就说这几天的琴枪都火了 对 还有那个往生咒是超度亡灵的 对 这嘎了之后就特别的捧客 赛博捧客 捧客一些是吧 对 但是中国人一听不光中国人 就好多外国玩家一听 真的瞬间就被定住了 对 你说如果没有这部游戏 就我这么一个在西安待过这么多年的人 都不知道陕北还有这种说书文化 对 听的不多 或者说没有机会去接触到 对 听完还挺善口的 原唱也火了 然后大家说头不在地上 味不对 他真的出了一个没头 没头 特别听劝 这个作者 同时也为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华文化的新疮口 让全球玩家沉醉于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当然 我们也希望中国的游戏人能制作出更多更好的 中国三人游戏人